为了谋毒所以要抗中 那么为了抗中就只能够以美 就只能够以日 讲白了就是媚媚媚日 但是绕了半天我要问 请问人民的利益在哪里 如果说这种毒 到头来是要出卖台湾人的利益 那它根本不是真正的独立 它只是沦为美日霸权的走狗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我是王炳忠 我们中来了 今天8月15号 是历史上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战败的日子 在昨天的8月14号 则是全球声援 被日本蹂躏欺负的 慰安妇阿嬷的纪念日 在一开始呢 我想先跟大家谈谈 那是在最近发生的新闻 是台湾基隆的渔船 浮阳266号 还有宜兰的渔船复生号 相信都在最近被日本 以越界捕捞的名义来扣押 结果面对台湾渔民被日本欺负 一向动不动就高喊 台湾尊严的民进党当局 竟然是低调再低调 你几乎听不到他半点的声音 索性啊 还有祖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表声明 日方违反了中日渔业协定 台湾渔民也是中国渔民 对日本提出了严正交涉 那么你说赖清德当局到哪去了呢 赖清德当局呢 现在还忙着在那里表现自己啊 对日关系有多好 我们知道赖清德呢 他在520就职以来就引发台海无比的紧张 他除了在当选之后就不断的加紧视察台军 以及在正式就任之后呢 不断的嗅肌肉斩轻微之外 更多的他就是希望美国啊 日本啊 这些外力啊 要来给他呢 这个表现一下挺台湾 他才有材料 继续给台湾社会做抗中保台的洗脑大内宣 才有材料给那些台独的追随者来打机械 那么很多人说啊 这赖清德呢 你在搞对外关系上 尤其对美关系 就是不如蔡英文 萧美琴 可是赖清德又是无比自负 权力欲极强的人 他当然要表示呢 自己啊 一样行得通 所以对日关系就成为他格外重视 要来大大表现的一块 那么赖清德也确实能够打通日本不少正商人脉的关节 因为他有一个交好的女画家陈湘吟 我们知道陈湘吟呢 他是安倍晋三的母亲安倍养子 点名就是要由陈湘吟给自己画个人的肖像 那么是陈湘吟呢 如同是自己的干女儿 赖清德呢 在过去能够进到安倍晋三的佳祭会场 那是连时任台湾当局正式的驻日代表谢长廷都达不到的规格 那么为什么他能够和安倍家族如此亲近呢 就是通过陈湘吟的安排 那么最近赖清德呢 更是请到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来到台湾 这个石破茂啊不是一般的日本政客 因为他很有可能成为下一届日本的首相 我们知道日本现任的首相岸田文雄 因为啊支持度非常低迷 已经啊宣布不再参选自民党的总裁 也就是党主席了 那么石破茂现在变成了是支持度最高的人选 一旦石破茂成为自民党的领导人 也就等同于成为了多数党的领袖 也就是日本的首相 那么赖清德呢又可以去大吹特吹 他和日本的关系了 不过呢我们还是要说 现在呢这些台独分子寄望呢可以通过日本来保护台湾 其实是非常可笑的 因为日本也不过是美国的小老弟 这连美国都没有办法确实保障台湾的所谓安全了 日本又算哪根葱呢 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更多啊是给台日双方的政客都有一个作秀的筹码 根本呢抵抗不了大陆反毒促统的意志以及坚强的实力 况且我们说啊日本呢是躲在美国的身后来狐假虎威的 这日本为什么最近这么愿意呢来高调的好像介入台海的问题 其中呢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日本感受到解放军在台湾周遭 现在的实力越来越强 那么固定呢都有常态化的军机军舰在巡航 那么日本长期以来又把台湾视为是他所谓地缘战略经贸战略的生命线 尤其把台湾海峡视为是日本重要的利益重心 所以日本当然是不希望看到两岸统一 但是更重要的是日本呢他并没有真正的实力 去和中国大陆来较劲 他必须要通过美国 而日本更着眼的是呢 只要打着所谓台湾问题的旗号 美国呢需要日本来配合台海如果一旦生变 美国还寄望日本去打头阵 那么日本呢索性啊 反正呢到时候怎么样再说 现在呢先表达自己愿意介入台海 就能够得到美国给日本松绑 那就是呢从安倍以来留下的所谓遗运 叫做日本也要国家正常化啊 就跟台独一样也说要国家正常化 那么日本的所谓国家正常化 就是要给他的非战宪法来松绑 要取消二战结束以来 对日本这个发动过啊 对周遭国家侵略的这个战犯啊 有很多的束缚 现在呢要把它通通解开 那么好了 所以我们说日本更多只是想胡加胡威 如果真的台海开战就会形成一个螺旋 那就是美国把责任推给日本 要日本呢先去帮忙打头阵 日本又把责任推给台湾 最后还是台湾首当其冲 台湾自己要去承担 那么再回过来讲 刚刚一开头我告诉大家 现在台湾渔民被日本欺负 可是呢台湾的政客民进党当局 为了所谓台日式夫妻 还说要一起哭一起笑 所以呢是想尽办法要去昧日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为台湾民众来讨公道 我想许多人稍微有理智 而且有血性的看在眼里 一定会觉得很恶心呢 因为民进党啊是逢中就反 但是呢逢美逢日就软 你看啊他们平常满口台湾人尊严 台湾主体性通通啊只有在遇上大陆的时候呢 就会忽然想到了 哎呀台湾要有主体 台湾要有尊严 台湾人如何如何 可是呢碰到日本欺负台湾渔民 碰到美国强卖瘦肉精猪肉 碰到美国把台积电都抢走了 民进党当局却通通不作声 包括呢我们也记得在2016年4月的时候 当时呢是蔡英文即将要上台 日本也是以所谓冲之鸟礁 拥有经济罕域的这个谬论啊 强行把台湾渔民当时还是脱光光搜身啊 然后带走 可以说就是掳人勒赎 可是那个时候呢 蔡英文即将要派到日本去的那个驻日代表谢长廷呢 就立即出来要大家千万不要激动 台湾要冷处理 才不会破坏台日友好的邦誼 所以好 现在我们看民进党当局甚至不演了 倒过来告诉你说啊 对我们就是给美国剥削 我们就是对日本欺负我们呢 都要低调忍让 因为啊这就是我们要抗中保台的必要牺牲 但是我就要问了 如果按照民进党的逻辑 为了谋独 所以要抗中 那么为了抗中就只能够以美 就只能够以日啊 讲白了呢就是媚媚媚日啊 但是绕了半天我要问 请问人民的利益在哪里啊 如果说这种独到头来是要出卖台湾人的利益 那它根本不是真正的独立 它只是沦为美日霸权的走狗 尤其在刚刚节目一开始 我就给各位说到 今天8月15号 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战败的日子 然而非常的可悲 因为在日本战败之后 没有多久 两岸陷入兄弟戏墙 最后呢都没有好好的 向日本来讨回赔偿 及公道 甚至当时国民党政府到头来 为了能够得到日本的承认 可以说呢是草草的和日本签了所谓中日台北合约 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 8月14号声援未安妇阿嬷的日子 在昨天我们看台湾有不少有良知的民间团体 集体出来发声 很多人可能说每年都要来开这么一次记者会 没有错 但是这样的一个记者会能够不开吗 我们听到这些民间团体 在8月14号这个日子 他们出来呼吁 必须把未安妇阿嬷 被日本人欺负的历史事实 列入台湾的课本当中 这样一个如此卑微的要求 我们看到在台湾 最后一个被日军欺凌的未安妇阿嬷 都已经在去年离开人世了 当我们想起这些阿嬷们 他们在世的时候心心念念 就是要子孙知道 他们是被日本拐骗 是被日本强迫 他们不是自愿的 但民进党却为了媚日 把这段历史从课本当中抹去 甚至还有无知 还有卑劣的台独学生 他们去抗议所谓的克刚微调 他们说如果把未安妇阿嬷 他们是被强迫的这段历史写入课本 会不会得罪了日本 会不会让日本不高兴 这就是所谓台日式夫妻 是命运共同体 所以民进党告诉你 不要为了历史问题破坏感情 我相信有许多人 只要你具有良知 只要你具有血性 都会和我一样感到非常的难过 民进党所谓的爱台湾 原来就是配合日本篡改史实 掩盖真相 甚至现在还要引进日本军国主义来复苏 还要引进日本帝国主义来回魂 祸乱台湾 要把台湾绑架去于祖国大陆 去于我们的同胞为敌 我想今天很多人都说 我们希望台海要和平 如果我们真的要确保台海和平 那就必须还原我们台湾人 本来也是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本色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只有坚持 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 历史遗留的台湾问题 才有真正的和平 希望我们所有海峡两岸 乃至海内外的中华儿女 一定要记取历史的教训 绝不能再让这些外力 介入分化我们中国的事物 更不容许那段 国破山河岁的历史悲剧 在我们的眼前再次重演 我们的眼前再次重演